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故事呢 不是一个人的故事 而是一个团体的故事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视频 眼前这位正在跟着视频学习舞蹈的女性 名叫杜静 年近六十岁的她 乌姿优美 一脸灿烂的笑容 谁也不会想到 她是一位乳腺癌患者 并且经历了两次患癌的厄运 杜静是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的一名员工 十一年前 正知她的事业黄金期 一次偶然的体检 她不幸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 在那个痰癌色变的年代 乳腺癌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 不仅仅是失去乳房的痛苦与难堪 更等于被宣判了死刑 杜静不忍心给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累赘 寒泪写下一书 打算放弃治疗 是女儿的哭喊 把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我当时我就下了决心 为了亲人和孩子 我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手术之后 杜静的情绪曾经一度消沉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亲眼目睹了北京抗癌乐园 生命绿洲艺术团的一场演出 眼前的癌症病人身上那种积极乐观的精神 深深感染了杜静 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也加入了这个团队 完全没有舞蹈功底的她 一切从头开始 一根筋的练 一根筋的跳 培训老师很快发现 杜静学舞非常快 情感丰富 感染力很强 在老师和同伴的鼓励下 杜静找到了久违的快乐 不到一年 她就成了北京抗癌乐园 生命绿洲艺术团的领悟 一场重病 让杜静收获了快乐 也结识了朋友 本以为健康已经开始眷顾 这个不幸的女人 没想到七年之后 灾难再次降临 杜静的另一侧乳房 又被确诊为癌症 这时候周围人纷纷猜测 两次患癌 会不会催垮她的意志 谁也没想到 就在化疗期间 杜静还带病和队友们 一起参加了北京市的舞蹈大赛 他们的原创舞蹈雪梅 荣获了北京市第十二届 舞蹈大赛的特别大奖 杜静为艺术团争得了荣誉 艺术团也给了杜静 另一个温暖的家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家 杜静才能两次战胜癌症 在人生的道路上 绽放出最美丽的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董事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